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长篇调查报道 在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 有证据表明并没有ISIS炸弹 而美军伤杀了无辜的人 文章介绍 美国官员此前说一架死神无人机跟踪了一辆汽车数小时 然后认为汽车携带爆炸物 无人机因此开火 但是深入视频分析和对现场的采访 让纽约时报发现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 此前美国用无人机向卡布尔的一辆汽车发射导弹 这辆车当时停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 爆炸一共造成十人死亡 包括四十三岁的艾哈迈迪和七个孩子 五角大楼声称 艾哈迈迪是伊斯兰国的协助者 他的车装满了炸药 并表示程序得到了正确的遵循 这是一次正义的打击 但是军方不知道的是 艾哈迈迪是一位长期的援助工作者 他的同事和家人说在他死前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在办公室里跑腿 最后把车开到家 而不久之后他的丰田车被一枚二十磅的地狱火导弹击住 被解释为恐怖分子的可疑举动 可能只是他生活的一个普通日子 军方看到艾哈迈迪装进车里的不是炸药 而是他要带回给家人的装满水的塑料罐子 纽约时报通过发现艾哈迈迪沿途的监控录像 并与家人同事和目击者的采访 拼凑出艾哈迈迪遇害前几个小时的行动 艾哈迈迪本人是一位受过培训的奠基工作师 十四年来他一直为国际营养与教育组织的卡布尔办事处工作 在大多数日子里 他驾驶着公司的白色丰田卡罗拉 带着同事们上下班 并将非政府组织的食物分发给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 就在艾哈迈迪遇害的前三天 十三位美军和一百七十多位阿富汗平民 在机场的一似自杀式袭击中丧生 而军方已授权下级指挥官 在疏散过程中提前下令进行空袭 五角大楼没有向纽约时报提供艾哈迈迪车上有爆炸物的证据 但是在美国杀死艾哈迈迪的第二天早上 伊斯兰国确实从艾哈迈迪前一天开车经过的住宅区 向机场发射火箭 使用的车辆是一辆白色的丰田车 到目前为止美国军方只承认有三名平民在袭击中死亡 并表示正在进行调查 在艾哈迈迪被杀的前四天 他的雇主已经为他的家人申请了在美国的避难 在袭击发生时他们仍在等待批准 他们希望得到美国的保护 但是却成为了美国最漫长战争中的受害者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一带一路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亚洲新闻的报道 南非正在对前总统祖马执政期间涉嫌腐败的交易进行调查 参与北京在南非一带一路合约的中国中车集团 被怀疑通过行贿非法获利 有将近三亿美元的资金被南非司法部冻结 报道表示南非正在调查中车集团和南非一家物流运营商之间的交易 只在快速追回勿用或被盗用的公共资金的南非特别法庭 在上周二正式发出保全令 冻结中车公司资金总共四十二亿南非兰特 大概三亿美元 负责调查国家实体腐败的南非司法部 特别调查组认为 这一些资金是非法活动收益 南非当局正在对前总统祖马执政九年期间 国企在签署大额合同方面涉嫌违规行为进行调查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许家印和恒大有关的消息 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在九月十日表示 他可以一无所有 但是恒大财富的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 恒大将全力复工复产保交屋 以去保所有到期的财富产品尽早全部兑付 中国媒体引述三位理财产品投资人的说法说 恒大在九日已公布针对散户投资人的过渡性延期兑付方案 但是机构投资人的兑付将继续暂停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则介绍 许家印是在恒大集团财富专题会上做出这样表示的 目前恒大遇到困难 但是许家印声称恒大的基本面仍然良好 没有改变 恒大将全力复工复产 全力保交楼 全力做好销售 回复正常经营 表示这才是恒大财富产品兑付的最大保险 同样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企业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工业部告诉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科技公司 停止在其平台上屏蔽对方的网站链接 报道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周五向企业提出了即时通讯服务的标准 告诉他们所有平台在一定时间内必须解除屏蔽 如果不遵守工信部将采取其他措施 路透社文章分析 此举是横跨从科技到娱乐到游戏等公司行业监管的最新打击 仓会公司包括阿里腾讯 字节跳动 百度 华为 小米等 而这些公司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实证有关的消息 河北保定中级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审理 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辉连受贿案 他被指控担任公职二十年期间非法受贿人民币四千二百六十万余元 根据法院通报 邓辉连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而法庭即将宣布择期审判 近年五十五岁的邓辉连曾经是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委的办公室主任 被外界视为孟建柱大管家 他本人曾经担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 二零一五年又调任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师负责人 在八月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办公室主任 邓辉连在二零一七年七月被认为空降重庆 接换当时落马的合庭 出任重庆公安局局长和副市长 孟建柱的管家和秘书先后落马曾经引起关注 其中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在四月十九日被调查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台湾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联合国负责审核资格理事会今年春天寄电子邮件 给科拉多的一所高中叫做瑞吉斯耶稣会高中 表示学校的申请受到了一点障碍 学校官网曾经使用不正确名词称呼台湾 建议改为台湾中国的义省 这所高中想让学生感受参与国际事务的滋味 因此申请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但是却碰到了障碍 文章介绍北京一直以来试图利用逐渐扩大的影响力 来影响其他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 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中国也越来越多的在全球外交厂施压 瑞吉斯耶稣会高中负责申请案的一位西班牙语老师说 我们只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一条小鱼 也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理事会负责授权大大小小团体参加联合国活动 而理事会的代表可以挡下参加公开会议的申请案 中国是理事会成员之一 高中老师表示 信中提到学校网站在一年前发布的文章里 提到了一位学生参加了Grow up 青少年顾问计划 参与活动的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青少年 包括台湾他说那个网站根本没有人会去看 他觉得信中的要求很奇怪 但是也按照要求在文章后面加上台湾中国的一省这样的说法 而一周前理事会批准了他的申请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南海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外交部表示中国高级外交官王毅告诉越南官员 中国和越南应该避免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可能是局势复杂化 和扩大争端的单边行动 外交部在周六发表声明表示 王毅国务委员在访问越南期间与越南副总理范平敏交谈 王毅对越南的访问是他为其一周东南亚之行的一部分 是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地区大概两周后所进行的 越南总理在哈里斯访问前几小时与中国大使会面时说 越南没有与一个国家结盟 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这样做 去到家庭上的2,977人 从超过90国家死亡 在新闻中央11,2001 在新闻市里,阿尼多亚,Virginia 和Shanksville,Pennsylvania 和1,000人更多死亡 美国和世界各地 祝福你和你的亲爱人 碍子的你的心 Please center all those who risked and gave their lives in the minutes, hours, months, and years, afterwards. The firefighters, police officers, EMTs, construction workers, doctors and nurses, faith leaders, servicemembers, veterans, and just all of the everyday people who gave their all to rescue, recover, and rebuild. but it's so hard whether it's the first year or the 20th children have grown up without parents and parents have suffered without children husbands and wives have had to find ways forward without their partners in their life with them brothers and sisters uncles and aunts loved ones and friends have had to celebrate birthdays and milestoneswith a hold in their heart no matter how much time has passed these commemorations bring everything painfully back as if you just got the news a few seconds ago and so on this day jill and i hold you close in our hearts and send you our love there a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at you'll never know who are suffering through their own losses who see you your courage your courage gives them courage that they too can get up and keep going and we hope that 20 years later the memory of your beloved brings a smile to your lips even while still bringing a tear to your eye the days that followed september 11 2001 we saw heroism everywhere in places expected and unexpected we also saw something all too rare a true sense of national unity unity and resilience the capacity to recover and repair in the face of trauma unity and service the 9-11 generation stepping up to serve and protect in the face of terror to get those terrorists who are responsible to show everyone seeking to do harm to america that we will hunt you down and we will make you pay and that will never stop today tomorrow ever from protecting america yet we also witness the darker forces of human nature fear and anger resentment and violence against muslim americans true and faithful followers of a peaceful religion we saw a national unity bend we learn that unity is the one thing that must never break unity is what makes us who we are america at its best to me that's the central lesson of september 11th is that at our most vulnerable in the push and pull of all that makes us human in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 unity is our greatest strength unity doesn't mean we have to believe the same thing but we must have a fundamental respect and faith in each other and in this nation we are uniqu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because we're the only nation based on an idea an idea that everyone is created equal and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throughout their lives that is the task before us to once again lead not just by the example of our power but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and i know we can for i know hope is not simply an expectation hope is a conviction hope allows us to act with courage to act and honor those we lost 20 years ago and those who have given their whole souls to the cause of this nation everyday sense to act and build a future not a reactionary one or one based on fear but a future of promise strength and grace worthy of their dreams and sacrifice and to act and keep the faith that while life is fragile it is truly something wonderful we find strength in its broken places as hemingway wrote we find light in the darkness we find purpose to repair renew and rebuild and as my friend told me that september 20 years ago we must not be afraid may god bless you all may god bless the lives lost of september 11th 2001 and their loved ones were left behind may god protect our troops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 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